又稱是台版的牆尼代譜 身高175公分 體重60公斤 平常的戲劇應該是當海盜 4號多果混血帥哥喬丹 看著那帥氣有型的外表 還真的彷彿看到牆尼代譜 來到節目一樣 有點那種義大利希臘羅馬那種感覺 有沒有 真的 他很適合演義大利黑幫有沒有 藝術家 但他剛剛聽你講話就笑 所以我代表應該他中文也很好 不能蠻好 不能蠻好是什麼意思 對 百分之一中國人 百分之一中國人 對 我爸爸我的爺爺都不會說中國人 中文 所以你來台灣是為了學中文嗎 還是... 對... 我其實也不知道 怎麼可能強尼代譜 最近新聞那麼多怎麼會看不到 所以就純粹中文吧 但是如果你是中國的系統 你怎麼沒有... 比如說到北京或到上海學中文啊 那... 但是在台灣你們有... 反體字 這個比較漂亮耶 哦... 哇... 你們現在台灣是唯一使用 反體字的地方 特別 而且它有一個跟我一樣的困擾 就是... 走到哪裡都會被叫帥哥喔 會被噴 其實你這不用什麼都這樣接 莫名其妙 噴這一噴 你走到哪裡真的都被叫帥哥嗎 對 夜市是不是 對... 在哪裡 為什麼被叫夜市 它怎麼了 不是 因為走到夜市 每一個店家都說 嘿帥哥 來喔 來背喔 對啊 對 肚立到夜市也是帥哥來喔 我哪裡都是帥哥 本來就是啊 這樣 為什麼沒有人 發音 你們今天來這邊幹嘛 都不講話 都不接 好保力喔 你就是一個很適合夜市的人啊 所以你從小就這樣一直流長頭髮嗎 不一定... 以前我沒有頭髮 就是... 你以前沒有頭髮 所以這一點是假的 這一點是假的 短的 以前是很短的 對 來台灣之後才流長 不是 我以前去南美洲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去南美洲 他們可以剪我的頭髮 但是... 沒有 沒有 他以為去南美洲可以剪他的頭髮 後來到台灣就沒有剪了 大概... 那你在台灣待了多久 一念 一念多 一念那你中文這麼好 對啊 那已經算是很好 中文很好耶 那你中文很好 我很了解他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在美國也是長頭髮 因為黑人都會剪頭髮 我們有誰問的啊 然後沒有人也幫我剪 你們有誰問的啊 我真的把他刮掉這樣 你們誰問了嗎 那... 他是混四個國家嗎 舞陽也是混四個地方 我比他還多一點 可是他出來的時候就很明顯 但是混很多 而且我看到他是... 從哪裡看得出來他混很多 可能他的站姿啊 你才... 譬如說... 我們對面這個三位吧 你會比較清楚知道 他們是有亞洲的血統吧 可是他出來的時候 就是跟小燕哥說的 好像有意大利亞羅馬什麼什麼的 對... 就感覺到... 對... 所以你們會看得出來 前面三位都是有台灣的血統 但是只有他... 你們如果不講 不覺得他有台灣的血統 對... 他沒有中國的血統 比較像... 比較像外國的感覺 對... 歐美洲那邊的 而且我清楚是白年前的 跟頭髮跟他的差不多... 差不多一樣長 是... 就是很長的頭髮 就是人家會跟... 猜不出來我是哪裡人 但我想問他的頭髮 他那個是燙的 還是是天生就那麼捲 這是天生的 你的髮型是自然的嗎 對... 對... 自然的 自然捲 好捲喔 所以你來台灣一定都沒有人猜你是... 哪裡哪... 那台灣或是中國的混血 都猜你是國外的 最多猜你是哪一國家的人 從來沒有人... 猜... 我有很多... 很多人猜不一樣的國家 我有摩西哥 哈威... 哈威的... 意大利的... 對... 像...像意大利嗎 很像 可是... 可是其實如果他這整個髮型 換成像小郎哥 現在這種髮型的話 會不會就比較亞洲人 會不會 真的 而且... 然後他的髮型倒在我的頭上 那你... 就這個意思嗎 也滿遠的 而且六月姐我發現 他說他的那個... 捲是自然捲 可是他小時候沒有捲啊 你沒有聽過一個小時未捲 大時必捲嗎 真的嗎 其實因為他這個頭髮 是短的 所以有點看不出來 而且他小的時候 他好像... 誰在看他啊 你會被問到很奇怪的問題嗎 像不起來... 像不起來 對 像不起來 像我就有 我以前... 小時候啊 沒有小時候就已經長這樣了 然後被問過很怪的問題就是 以前不是有那個911事件 那個時候我... 因為他會讓我在外面任何地方 會被說什麼 我跟冰拿燈好不好啊 然後... 或我可能讀書一進教室啊 全班的人 哇 恐怖分子來了 哇 全跑掉了 你長得滿像的啊 那你到底就跟冰拿燈 那你跟冰拿燈好不好 那你跟冰拿燈怎麼認識 就是有你們這種同學 對啊 會問很多 還會問那種什麼 我家是不是很多香料 跟什麼神油啊之類的 就是會有這種... 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你怎麼問人家你那麼黑 你有沒有照鏡子啊 不台灣人的不一樣啊 不一樣 來 我們看第五位來賓的照鏡 好可愛喔 她是台灣跟德國的混血 安妮塔 我們歡迎她出場 號稱是台版的艾瑪華孫 身高165公分 體重45公斤 三文是32 23 34 哇 她就真的有混血的感覺了 對 5號拍的混血中妹 安妮塔 光看臉龐 有著一股空靈般的氣質 聽說她的異性緣非常的好喔 嗨 我們又見面了 對 問問明明就很好 原來她是... 所以上一次 因為混血我都不知道耶 蛤 所以你不知道她有混血嗎 我一開始都不知道她是混血 我是今天現在才知道耶 因為她之前好像只有掛... 掛國籍或掛德國 她沒有一起過台灣 跟你們一起玩遊戲的時候 對啊 嗯 但其實我混很多耶 我爸爸他是德國跟法國的混血 蛤 對 只是因為他們都是住德國所以... 德國跟法國的混血 是 所以你就是台灣、德國、法國 還有嗎 對 就這樣 那很多是在哪裡 就多一個啊 多一個 自己換 是 所以你也是從小在台灣嗎 還是... 小時候在德國念書 然後之後長大回來學中文這樣 所以你是幾歲的時候回來的 幾歲喔 嗯... 我在台灣很久耶 你在台灣大年 真的啊 難怪中文這麼好 對啊 所以中文算是我的沐浴了 那你有因為你是混血兒的關係 所以你的異性緣比較好嗎 我自己覺得是還好耶 但是我有發現 就是亞洲的男生會比較害羞 比起外國人 他們可能喜歡你 然後也不好意思跟你說話啊 就是默默的暗戀這樣 然後之前大學就是有發生 因為我是戲學會的會長 然後後來我跟一個學弟在一起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班有個同學 就跟他還不錯 他就講說其實安妮塔 他說你很幸運耶 就是跟安妮塔在一起 他說我們班很多男生 其實就默默喜歡我 可是我後來聽到我說 蛤 有嗎 因為我自己感覺不出來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個小圈圈 小團體 然後他們對我也沒特別 就是主動或什麼 所以你覺得台灣跟德國兩邊的 生活環境真的不一樣嗎 差滿多的 整個氣氛 你比較喜歡哪一邊 其實我不會特別選哪一邊耶 其實各有優缺點 對啊 然後可是我覺得現在年輕的時候 待在台灣還滿好的 就是台灣生活機能很方便啊 有很多美食 對啊 而且很便宜 而且很便宜 你的個性比較像德國人或是台灣人 因為 德國人的比台灣人差很多耶 所以你的個性是比較像 德國人嗎或是台灣人 也許台灣會多一些 可是我覺得都有綜合到 像我工作的時候 態度就比較震驚認真 你是做什麼工作 演藝圈 所以演藝圈 模特兒 然後現在算演員比較多 接比較多廣告啊 戲劇這樣 對 你問這個是因為 你有一些很固執的德國朋友嗎 對 因為蘇娜娜的 蘇娜娜對不對 他說他小時候是被欺負 這是真的 我覺得混血在每個國家 小時候可能會被欺負 像我在巴西的時候 比如說國中跟國小 因為小朋友 他們會覺得你的長相不太一樣 他們就覺得 怪怪的 就是會派擊你 所以我小時候有這個問題 是沒有安全感 是很能去找朋友 可是當我們變成高中 就是大家 比如說在談戀愛的那個時候 他們就覺得長相 對 所以就變成很吃香 但是Ernita 也是有人幫你當混血 還是幾乎都覺得你是德國人 比較多 他們都會覺得我就是外國人 在台灣 那如果在德國呢 可是在德國 其實他們覺得會 他們也不會去問 OK 也許他會從我說德文的口音 發現說你是住哪一個區的 為什麼你口音 就跟德國人有一點不一樣 對啊 可是你小時候 不是在德國讀書嗎 但你口音已經不像他 可是因為小時候也有講中文啊 就是跟家人 所以其實會 所以口音已經不一樣了 會有點混合 所以有人問過你是哪一國人嗎 在台灣 常常問 有喔 他們都會比較多問說 因為他們聽我中文很好 就是說 你是混哪裡的 很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要帶一個名牌 就是 來自哪裡 像 就是說 混 混德國跟台灣 其實我覺得他會長得有點像英國人耶 我覺得他比較有像俄羅斯的感覺 俄羅斯 俄羅斯 對 俄羅斯的 像我當兵的時候啊 我在台灣當兵嘛 你需要當兵啊 對 因為我要拿到這邊身分證 要進義務 然後 我第一天洗澡的時候 全部的人 本來當兵都很 那個被露頭髮都很低落 什麼哭啊什麼的 被教訓嘛 然後嚇死 可是一洗澡每個人都笑了 都跑過來 別臉的人都跑過來要看我的 那邊 我的小兄弟的尺寸到底 是不是比一般人差 他們笑的原因是 所以每個人都笑了是不是 他們笑的原因是 原來巴基斯坦也只有這樣而已 是嗎 這還沒看到 只是因為很盛況 連那個長官他們都是 就開放浪子 有SNG轉播嗎 對 還有完全沒辦法洗澡耶 所以他們到底 出了幾台攝影機 沒有沒有 有接受訪問嗎 他就乾脆叫你 就不要穿衣服啊 踢正步過司令台 這樣大部分都看到了 踢正步 對 哇 而且動不動我會被叫那種 那種 什麼大XX的那種外號 被叫一陣子 我覺得你這一段在做面子 可以了 可以了 聽起來有點炫耀文了 可以了 好 謝謝Anita 謝謝 謝謝